大家好 歡迎來到脆油港玩脆油的時間 大家好 我是Andy 我是毛斯 Williams 我是Ivan 我是Tap8CK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遊戲就是這款Results and Codes 就是那班著名的意大利設計師們的出品 這次的作品是其中一位設計師嗎 應該是他有幾個人 不過掛牌頭那個好像是 我也不知道 他一打開那堆遊戲都是那堆的 不過就是澳大利亞酒店 和佛羅倫斯那一群的意大利設計師 這隻可以看到的盒子少少 是一隻比較偏向小品的遊戲 不是很重型的Yuno作品 其實是講述我們一群類似毛斯的人 去不同的鬥獸場 競技場入面 去霸佔 去鬥高的戰力 然後就可以拿入面的神器 還有捲軸 最後我們就會獲取寶石 然後就叮分 拿到最高分的那位玩家 就成為贏家 他的遊戲流程都很簡單 在這個回合度 一開始的時候 每人會有十張牌 大家一樣 就組成一副DEC 一開始的時候會有兩張卡牌 裡面有些什麼呢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有些妖精 有些野獸 有巨人等等 每張卡都有自己的技能 有些一出下去 那個競技場就會穿 有些是當競技場結算的時候才會穿 在你回合度的時候 就在你手牌裡 打出零張 一張 或者兩張卡牌 進去競技場裡面 你可以選擇打開出 或者蓋出 打開出的話 最多出兩張 蓋出的話 只可以出一張 然後按照你出牌的數目 就從而決定你補牌 補多少 競技場裡面什麼特點呢 就是每一個競技場 都會有一個卷軸 講到競技場裡面的規矩 例如可能那個競技場裡面 那些野獸會有更多能力 更多力 或者在競技場裡面 不可以面對 不可以面對 一定要把卡牌打開出 在競技場每個位置 都會見到一些補石的位置 就代表結算的時候 如果你把卡牌還在生的話 在競技場結算的時候 你就會獲取那顆補石 補石在我們結尾遊戲 叮分的時候 是做一個Z組織 你儲得越多Z組織 一Z組織就越高分數 什麼時候競技場會結算呢 就是當競技場 可以放在卡牌的位置 即是樓梯的位置 都換了的時候 競技場就會結算 就會由神像的那邊 開始順時針結算 有時候開牌 如果卡牌是有技能的 例如殺了被有兩邊的妖精 或者殺了被有兩邊的野獸 這樣的時候 被殺的野獸就會進去那些屁股 然後就會繼續解決 解決完 然後就會比較 每個勢力裡面的強力是多少 最高強力當然會贏出競技場 可以先挑選神器 第二名就是挑選神器 而誰讓競技場觸發戰鬥 就會獲得那個卷軸 卷軸在結尾遊戲的時候 都有一分之 而那些不同的神器 可以令你有不同的 可以加你的攻擊力 或者可以增加不同的卡牌 或者特別的生物 進入你的牌庫道 或者可以拿額外寶石 遊戲就一直到這樣 直至所有的競技場都完全出來 那些卷軸都用完 直到最後的競技場都結束了 遊戲就結束 然後就會鬥高分 高分的玩家就成為贏家了 大家玩完遊戲有什麼感受呢 我先說一下 這遊戲是我進入的 我記得那時候 上Kickstarter 這遊戲當然就是掛了那些設計師 做牌頭 而它是一種小品遊戲 我記得我紙collections裡 都有不少類似這些 我們所謂的巴地 就是本人出一些怪 出去自喚 然後打的遊戲 當時來說 我想最吸引幾個位置 就是畫風 是漂亮的 也是特別的 還有就是遊戲的卡效 基本上大部分的卡效 都是用我們所謂的圖示 再加文字去描述 其實基本上 你玩一次之後 那些怪獸的能力 你應該都可以 全都可以 你又不用再看字 所以可以很爽快的遊戲 還有 剛才Andy也有提到 其實這個遊戲 是透過你出格 去霸佔那些地方 即是鬥高戰力 但其實背後 如果你問我的 最簡單的都是 觸心理 究竟你會想 拿哪一個場地 因為它很聰明地 加了一個寶石系統 它會令到你 擺卡下去的時候 會多了一重考慮 即是如果你很簡單 一塊地 然後你打一鬥卡 那我沒有 我要裡面的東西 我就一尾就 擺我最大的 戰力的怪 但由於它要 存保石 而保石的種類 顏色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就會多多一重的考慮 我覺得它在這幾個部分的 游盒是做得不錯 我補充多一點 我同意KH說 觸心理的東西 因為每個人的十張牌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你有什麼牌 其實大家都有 而同樣就是 當我出了什麼牌 我手上剩下什麼牌 或者我的褲子剩下什麼牌 其實大家會開始數到 雖然好像有一個 褲子建築的系統 即是有牌 但其實牌不是 褲子建築不會洗牌 沒有Discard Power 用完牌會放底 其實是你決定的命令 基本上是你決定 自己接下來抽牌的次序 剛剛玩了一局 基本上都可以玩完十張 我想抽了十三、十四張 都會洗了一次褲子 我覺得這個位置會更加 我怎樣可以做到我尾加 我看著別人出了 然後我看會怎樣吃回別人 譬如我放了一些鬼在旁邊 我就殺了一些鬼 我就可以拿到 贏了競技場 我覺得這個足心理的位置 在這個遊戲裡很出現 好 我也補充剛才Gash所說 我也覺得 其實他的寶石系統是挺聰明 因為剛才所說 譬如一個競技場 如果我預視自己不會贏 很有可能我就不會浪費戰力 但有機會我不會贏 我可能是為了儲了某一隻顏色的寶石 而他的寶石也是很有趣的 有一隻叫做Cursed Gem 就是會扣分的 所以在擺位上也有些考慮 甚至有些位置會逼人去黑色的地方 令人強行扣分 Ivan就求了很多分 所以我覺得他純粹的戰力上 他就多了一重把握的考慮 但起初我都會想 可能會不會AP很久 或者很沉 但他的結算也相當快 還有我覺得他頗特別 就是他剛才說 雖然只有10張牌 但你玩一下也會發現 有一些小組合可以去做到 都令到我覺得這隻遊戲 叫做小品得來 其實也有些策略位和變化位 在卡牌設計上 就覺得他有點像日本遊戲的味道 因為卡牌的效能 很多是類似包剪刀的感覺 即是一張卡就黑另一張卡 那些小小的妖精 可以趕走那些超大力的巨人 這些就令到 剛才Ivan說的心理博弈鬼 就更加顯現出來 尤其是你可以蓋牌出的時候 究竟你蓋牌是超前部署 那張妖精 等你一個人一出來的時候 看看妖精怎樣殺你的巨人 這些時刻都非常歡樂 超前部署 你獲得成功感是很大的 還有我想另一件事 就是這個遊戲 我們剛才試的 最主要就是試它 基本的10張牌 但其實遊戲一開始 已經有20張怪獸的牌 給你選擇 你可以玩基本的10張 或者可以把20張 隨便洗雲 拿10張來 又或者你可以 我們所謂的 例如Debola就是你砌自己的10張 又或者你選擇10張 大家都用同樣的10張 重環性 我覺得在這個位置上高 是足夠的 還有剛才Andy的 那個epic moment 那件事 我覺得在這個遊戲裏 都挺體驗得到 因為其實出0、1、2 這三種 即是0張、1張、2張 還可以打開出 或者掩蓋出 這件事本身 其實就令到 包剪鎖那件事 會再複雜 而且會做到 那些epic moment 我覺得這個不錯 而且比起我當初 那時候的預計是再高一點 不過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例如這一類 叫做小品歡樂的遊戲 它的人數的限制比較多 它頂多就是2至4人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也有些卡牌 還有它的場地 如果越多人 還未到你那輪圈局 你已經結算了 你沒有分餐的錢 沒有位置進去 我覺得這個是有些瑕疵的位置 因為可能有些大亂鬥 我可能想起 例如King of Tokyo 可能會支援到多少人數 剛才也說了一些打野感覺 會推介給什麼人玩 我覺得它是一款 小品類的遊戲 大家如果有一班人 出卡 欠競技場 有些陰招陰下人 笑一下歡樂一下 這隻都可以做到那種效果 那種氣氛 但如果它有什麼特別突出的地方 就未必會令到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但是玩到的一個遊戲 好 我也認同 其實這個位置 是 我剛才也說了 有點尷尬的地方 因為其實你問我 譬如它是一支小品歡樂遊戲 但會不會推一些浪機謀玩 我可能也會有些保留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雖然它已經盡量地 不會用太多文字 但始終它的卡牌 和場地的一些規則 都會有少少多 所以它可能適合Gamer 譬如中間 即是攝時間 Gamer的感覺 以至它的定位上 雖然是歡樂 但我都會說 可能是適合Gamer 或者對Bot Game 認識的人 玩也不抗拒一些文字 或者一些繁複規則的人 其實這裡要補充一點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玩了 所謂的Advanced Rule 其實它的本遊戲 第一件事應該沒有場地效果 也沒有效果 反轉 全部就是 ABC 即是金銀銅 誰最後的刷牌就得分 它就用這個形式去作為 簡化這件事 所以你問我 我又覺得未去到 不會跟新手玩 不過我覺得剛才你提到的 也重要 就是它最盡最盡都是四個人玩 我覺得這也是它一個死要 如果你說Family 你說是新手玩 很多時候都要五、六個人 這隻遊戲就做不到 這隻遊戲才可以四個人玩 我再補充一點 因為它這隻遊戲都比較head to head 即是你玩的時候 你不要介意 即是你超前部署了很多 但可能第一張牌位兩張牌 就可以令到你直接把所有東西拔走 然後就搶走所有東西 我覺得可能這些位置 如果有些少許介意 就要留意一下 或者有些可能是說什麼 反正我都在最後一場 反正我又不明不關你的事 要殺死它 即是有人搞破壞 即是歡樂為主 我覺得 我們今天介紹的遊戲就是這隻 Visit & Toad 如果你有興趣或者玩過 歡迎留言和大家討論一下 今天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待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很開心可以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